IPEC峰会期间美中领导人的拜席会 在旧金山时间15号落幕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燕指出 习近平会中特别提到 地球容得下美中两个国家 但实际上全球约有200国近80亿人 每个人都应享有自由平等权利 我想这些国家这些人 不管国家大小 那不管他是在身处哪个位置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 这些自由平等跟享有和平 跟繁荣这样的权利 那我想如果所有人秉持这样的相互尊重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互相扶持帮忙 我想其实这个世界可以少了很多麻烦 那可以共创更多大家共同的福祉 至于外媒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称习近平会中针对台湾议题 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 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 黄崇燕强调应以实际行动证明 目前在不管是台湾周边 然后或者是这个英台地区 所有的国家共同的感受来说的话 我想比较需要也许是具体的行动 例如像过去这几年来 在这些周边的一些军事上的作为 如果可以因此把它取消 调整成其实大家来创造一些共同 共利于区域上面 包括在疫后的经济的整体付出 包括在区域的各些繁荣的促进 那我想具体的行动也许会是更好的证明 国发会主委龚明欣则是强调 以自己和美国国务院次亲费南德兹双边会谈时 费南德兹曾提到台美多项经贸合作议题 都顺利推动来看 他认为拜席会不至于会影响台湾利益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谢嘉欣在美国旧金山的采访报道